那時候叫做一來向 趨向一來果 然後斷六品的時候是一來果 是成就一來果 第一 往日往返天上人間 一次 各一次 所以一來人間 往天上一來人間 這樣就破捏盤叫一來果 一來果的話是指二果聖人 三果就不來了 不緩 所以此意 這個時候你的貪跟撐 會變得比較薄 然後還有斷我們 申見結跟戒進曲結 還有乙 這是出國的時候斷 再加上貪跟撐要薄 所以乙斷的五下分結了 乙斷上面中的六品的 重的貪跟撐跟刺 所以唯有下三品薄的 就是說在我們乙斷 上中六品的 重的 唯有下的 下三品薄的貪跟撐 上中 好 上中在這裡 乙斷上中的 重的貪跟撐在這裡 然後呢 下三品薄的 跟最後呢 玉介 因為現在呢 它在這個六品的時候 它是比較薄而已 還不是完全 所以要到這個 這個地方九品的時候 才完全變成貪跟撐跟吃 玉介的全部都沒有 所以它這裡說 還有下三品薄的貪撐吃 因為二果而已嘛 二果它只斷到這裡 所以它還有薄的貪撐吃 最後呢 九品就要全部把這邊薄的貪撐吃 也要斷了 所以從此第三要講的是 不還 是三果聖的 這裡講到 已經講到 二相跟一來果了 所以前面兩句呢 斷、玉、生、四品 三、二、生、家、家 這裡講家、家是什麼樣的 壽生的情形 然後呢 下面兩句呢 就講二果相跟二果 那這裡講完了 下面呢 我們看到五百二十一頁 這邊的宋句 這個宋句呢 世青照宋句的特色 剛剛在前面這個宋句云講 他用善巧 所以他講了三個條件 才有家家 那我們這邊呢 一樣他是不是也有三個條件 一樣一次喔 他這裡講說 出兩句名一間 一間就是再來人間一次 或隔一個壽生的時間 所以你斷七品或八品的時候 你一生名一間 你還要來一次嘛 對不對 就剛剛講 這時候你是三果相的時候 你還是包括在二果 二果是包括在三果相裡面 相的範圍比較大 果是一個單獨的一個 果能夠安住在那個位置 那相的範圍比較 所以三果相其實包括二果聖人 那這裡斷了七或八品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位置 也寫一間聖人 他的八品斷了時候 他就要不還想了 斷七或八呢 一生 這時候又有一個名詞出現 一間聖者是指他只要在隔這一生 就可以成就了 受生到一生的時間 這一生是一大生的意思 要人間天上各一次 這一生不是只有人間 而是人間天上各一次 這樣子在隔這一生呢 他就完成了阿羅漢的果位了 然後這裡 所以他講出兩句是名一間 就是要這個地方了 一間的聖人是講這個斷七八品 然後一生 還要隔一生叫一間 這邊有一個名詞 不是斷九品 九品是不還 在這個位置才叫一間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圖 是在這個位置 七八品的位置叫一間 他這裡又多一個名詞 九品是完全斷完了叫不還 所以他先講一間是什麼情況 就是斷了七八品的修貨 然後下面兩句講了 相跟國就是第三相 就是三國相 還有斷自己的第三相 不還相的意思 所以這邊講 當你斷了九品的時候 才白道不還過 因為七八品還是不還相 還是不還相 所以斷七八品他也叫做不還相 又叫一間聖人 有兩個名稱 這裡有兩個名稱在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講文句 為一來者淨斷餘貨 若三元聚 若他能夠斷進其他的煩惱的話 他要聚有三個元 三個元就是叫做一間的條件 又跟前面一樣 家家的條件是不是跟他一樣 一間的聖人他一樣是 第一個斷貨七八品 修貨七八品 然後第二個成根 要能夠成就無肉的善根 無肉智慧的根 才能有無肉道去對峙煩惱 不過你能夠來到修貨 斷了修貨七八品的時候 你又見到一定有無肉 無肉道去 那有無肉道一定有無肉根 所以由成根得能成比 致比七八品 或然後無肉根故 第三呢 由壽生更受欲戒有 欲戒於一生 就是來人天各一詞 這欲有就是六欲天 欲戒裡面有六欲天 欲戒還有人 人也在欲戒 就是欲戒 更受欲戒於一生 故 這個故應該是跟於一生故 所以這裡標點很好 就請你調整一下 更受欲戒 打一個鬥號 欲一生故 然後把那個句點挪到故的下面 宋宗 那個故是跟上面移在一起的 然後這個宋裡面的 宋宗但說出後二元 就是也是講第一個跟第二個 跟前面那個宋宗是類似的 前面也是講斷玉三次品 三二生加加 這是講斷禍嘛 有講第一個條件叫斷禍 然後第三個條件是什麼 壽生幾次 這邊講壽生再來的人天各一次 叫一間 然後前面是講人間天上各 三次或兩次 叫三二生加加 所以當你在阿罕經看到加加 或一間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們什麼情形 可能夢裡面就會把他的情況 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這邊就是跟前面一樣 世清論司就把宋句簡的 寫得很精簡二要 只講第一個條件跟第二個條件 但是其實第二 不好意思 第一個條件跟第三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包包在 第一個條件裡面 就包包在斷禍裡面 你一定就成就 無漏根了 所以一個是第一句是斷禍 第二句是壽生的情形 壽生是魚一生 宋宗而但說出後二元 兩個元而已沒有說成根 亦如前世 這個道理就跟我們的前面那個宋句是一樣的 問如何第九一品或藏得不管我 會障礙你得到呢 第八品會障礙 等於說我的第八品要往第九品精進的時候 第九品會障礙我沒有辦法往前 所以到第八品的時候 他會被第九品障礙他的關係 所以因為呢這個前面剛剛我們也有講過 如何第九一品或藏得或環國 因為斷第九品的時候你已經超越藝界了 那以超越藝界這個 我們藝界最高的就是魔界的 天魔王他就會震動 魔功會震動 他會害怕多成就一個修行人的時候 他就少一個魔子魔生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會有很多的障礙出現了 前說三十頁為藏中 這個呢就是在我們前面有講 三個時間的頁呢會障礙你的修行 這一畫號有看到 義界地頁 藏不環國 因之煩惱與頁是相同的 煩惱其實我們的頁是從煩惱而來的 因為御界這一地的頁呢 他就會障礙你得到不環國 因為不環國就不來御界嘛 所以得不環的時候 你要月底第九品貨 然後那個斗號就化掉了 第九品貨等流國 你要超越第九品貨這個煩惱 然後呢產生的一些果報等流 就是你有這個煩惱 你必然就有那個業果 相等而流序的果嘛 然後還有義熟地 因義地而成熟的果報 這個前面在哪裡 請翻到四一四頁 承鄉非本四一四頁 你會看到一句話 將得忍不環 無學業為障 那這裡有三個時間 你的這個修行會被關卡卡住 你要衝 衝破那個關卡 你要很精進用功 四一四頁有將得忍 然後請頓號 不環 第二個 第三個無學業為障 如果你從頂位將得忍善根 就是軟頂忍善根 你有可能進入忍善根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墮惡去了 你從軟頂然後得忍位的時候 四善根我們上次上過 你會呢感惡去業為階 為階級為障 就是你會招感到你的二頁 會成為修行人的一個很大的障礙 這個級就是大的障礙 會 就是某王 我們會來給你考試 考試有過關才能出去 要不然就是還是繼續 所以招感二去業階級 還有你的過去生的煙親債主 也會來找你 惡去業是指那些 以忍抄比異熟定 低欲裹事業 這一講的有可能就是對很重的 過去生理造的重業那個定業 以忍要抄比異熟定 因為你到忍位的時候 你就不多惡去了 對 那你不多惡去你的煙親債主 如果他要報仇讓你多低欲 你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意思說 你就不會堕到地義的國報 當你在忍位不堕惡去 你不會堕到地義的國報 如人將離開本所居國 如果你要離開這個國家 那你就是 可能你是負債了 你離開國家他們就討到債了 所以人將離本所居國 一切債主皆疾為障 都會造成你很大的障礙 他就百般地主愛你 讓你沒辦法出國 這是講修行人 這是你的冤親債主 當然累世的冤親債主 那個時候可能就會現出了 那那個通常是定業 比較會重的定業 若有將得不還國 這個第一個忍位 第二個是不還國 所以我們的勝句是 將得忍頓號不還一句話 當你要 第二個你要得不還國 不還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裡 對不對 這邊記九品段的時候是不還國 好 那一樣 將得不還國的時候 只有異界細業 異界所細福的異手國 也會成為很大的障礙 維除隨順獻法受報 只有你這一生 你這一生做得很大的善事 這一生能夠得到的古報 是這一生的 他們現在講的是過去的 你不還國 小次他講 不還國受的異界的獻報 現在這一生的就不用算 是講過去生的 有可能這一生也有造一些業 他講的是過 若有將得無學 到世國一樣 世國也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然後色無色業 皆極為賬 因為到無這個無學的時候 你要超越的修獲 就不是在這一章了 這個異界啊 再來是上二界的七十二品修獲 你會對色界跟無色界的禪定 或什麼有所執著的時候 好 你也會被他障礙住 所以再來就是上界的七十二品修獲了 異除順獻 這個順是順獻法受也 現在式的報 他們這裡都講是過去式的一些頁 從此大文 第2開始 這個是我們這裡有提到錢 我們剛剛是在課本裡面的 五百二十一頁的倒數五行這裡 錢說三十頁為賬中 三十就是這三個 忍不還無學 這三個時間就是一個障礙 這樣知道嗎 四百一十四頁那邊有三個時間 忍善根的時候 你要進入忍善根的時候 也會有障礙 然後不管 還有無學 正德士伯拉 這三個時間就是在四百一十四頁 你會在旁邊寫一下 就請參看四一四頁的宋句 然後回藏中 所以一品 對一品或藏德不還果 這是第九品修禍的意思 因為你要超越手以後會遇到障礙 在這個地方 第九品這裡他就有可能會遇到很大的障礙 那一間就是間隔 唯有一身為間隔 可能就是要再來一次的時間了 就沒有辦法正德不還了 不正原吉 就是沒有辦法正入世伯羅漢 或有一品或為間隔 不得不管過 有此惡意啊 這也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呢 這個間裡面有 可能有人間天上來回一次的時間的間隔 或是你還有九品修禍 這一品還沒有斷完 把你間隔住 不得不管 沒有辦法得到不還果 所以有兩個意思 他的一間有兩個意思 此極第三項 這也是指不還項 就是斷了七八品過 然後七項不還果 所以斷九呢 最後那一句斷九不還果 如果你斷了九品修禍 就是現在這一張圖的最後的 下下品修禍的時候 那你就得到不還果了 必不還來深遺界了 就不來遺界了 有可能你就到那個五不還天 如果你是到天 人間先一世 然後到天的時候 有可能你就到那個五進俱天了 不會來遺界了 那我就看一下 斷七或八 一生明一間 這一間是指一來國聖人 他進斷欲界修過的時候 斷前七品 固然 因為七跟八 七都很好斷 到第八的時候 他就上不去了 固然唯瘦一生就 斷八品過了 亦唯瘦一生 此一生 因為你剛剛看到這一生呢 我們那個錶子 這邊七跟八 他們其實都是 三個是隔任一生 三個其實是關 都在一起的 七跟八 七跟八是有 合在一起 七在這裡 八在這裡 還有一個九 對 所以他們其實都有相關的 所以他們都是受一生的 那一間隔的話 就是斷七八品的 過的聖人 還存欲界地久品來間隔 使他們不能證得不還國 或說唯一唯一生之間隔 使之不能證內涵 由於呢 據此二義 就剛剛講 課本也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 再來人間一次 一個是 人間天上各一次 再來一次九品 或美品 或是拔間隔 那敢亦守果的 這個三個時期 就是三十丈 他會給行人 修行人很大的流難 所以你在修行的時候 遇到這個關卡的時候 你就要怎麼樣 更加的精進 如果你沒有很大的毅力的話 加以克服 那你就很難達到那時候 達到的往前的那個國位 好 這邊講 所以這裡有三十丈 這一個劇呢 就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四百一十四頁的 江澤仁 葉圍長 是小聖的修行人 就是我們以這個 申文聖來講 家禽慧是不是有 四家禽 頂位進入忍慧的時候 他有感惡趣的一手也 能為其他的障礙 是 他不能勝利登上人的寶 好錯 所以你要進入忍慧的時候 軟頂 你要進入忍慧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遇到障礙 因為你一進入忍慧不墮惡趣的時候 而且忍慧有上人 中人 還有下人 在上人跟余撒納就到四第一了 很壞 所以在忍慧其實已經很接近見到了 為什麼 所以這個他會有一些障礙出現 就是因為他如果你一見到以後 你是聖人 他就沒有辦法愛招禮了 好 這樣沒有辦法在那個地方會流浪 浪裡面有辦法超越 能歸我所管 那個講的還是我們講的 又一天裡面最高的那個魔王 他會震動以後他就會來流浪 那將德不還業為葬 正德不還國聖人 他將超越御界而入不還國聖 有屬於御界所屬的一首國報 也會成為他的障礙 因為他不來御界 使他沒有辦法很如意正德不還國 所以御界的第九品師修獲就很難斷 再也不到一切瘦身了 我也意思他付出自己的魔法 所以會勾芳的流浪 那在我們的這個葉評裡面有講 聖憲聖聖聖聖聖後 這個裡面特別講的是 聖第二聖跟第三聖的國報會現行 這一聖做的比較不會 剛剛不是在我們411414他有講嗎 除掉那個聖憲法受嚴 所以要除掉聖憲法 聖聖計法聖憲法受嚴重不還國的障礙 反而是你過去所做的 他會第二聖受報或還有第三聖以後受報的 那有學聖人呢 他要進入無學的時候 一樣有色界跟無色界業障 也會成為他的障礙 讓他沒有辦法出三界 所以不再受生於三有的關係出三界 所以就是三個官堂 各位應該知道 人位跟不管國跟無學位 就是三果聖人跟四果聖人 還有呢 四家型引領的軟位也是 如果你修到軟頂以後 你要進入軟位也會出現 也會出現很大的那個障礙 那你就要更加功用心了 這些障礙是要很大的意義 歷律才好就可以離開 所以此生時的義熟杖 而論中成欲如倩如人欠借 一旦你要離開也來居住 比方這我們剛剛就看過了 就很多人來包圍你讓你不能離開 逼你要還清以後 所以我們知道如果你要超凡入聖 必須要多修無漏夜 這裡的無漏夜是說 平常你的心就要多保持清淨 因為剛剛我們知道 你的種子裡面很多的善惡 那如果你今天呢 一直在修清淨的無漏夜的時候 因為超越善惡的時候 是清淨的時候呢 我們剛剛講四面處的時候 你一直在修觀的時候 你的心是清淨的 你沒有善惡還有對立 那你一直蓋在你那個有漏的 這些種子的時候 那些有漏的種子 它沒有因緣線形 沒有機會線形 那你就比較容易呢 能夠跟清淨的無漏智慧相應 所以他這裡講到是 我們的這個心念正念相去也很重要 好 那這個就我們剛剛看過課本裡面 條件有三個 所以一間的跟家家的條件是一樣的 下一次他們會在後面出現 一間聖者跟家家的時候 你知道是哪三個條件 那第一跟第三個條件就是 第一個條件在第一句 斷七或八平 第三個條件就一生再來瘦生一生 這一生是一大生 人間天上各一世 叫做一間 沒有講第二個是一分的條件 因為一來活後進斷修禍 豬五肉根一定是有的 所以他就不用講了 那只有第九一品修禍 他會有力量去障礙法 所以他這裡講到說 你斷了這個九品修禍 你能超越玉戒的業、煩惱、義熟等流 為什麼 因為我把玉戒的貪跟撐都全部要斷掉 才能來到三國聖人 所以他這邊所信服的業、煩惱、義熟 跟等流果都沒有時候 他才有辦法 所以藏得不還果才有辦法去瘦生 藏愛你得不還果 所以有可能你還要繼續再輪回 這一種混身 所以斷字六品的時候就比較簡單了 第九品的時候要比較大的精進用功 所以假定斷了玉戒的九品修禍 那就名為不還果的話 那因為到這個階段已經將玉戒九品修禍 全部斷住 位在於玉戒的修禍力量來玉戒壽生 所以這裡也有另外一個名稱 五下分解應該各位都知道 就是我們要斷掉貪跟撐比較薄而已 因為我們這邊五下分解還沒有 我想這邊是不還果 那就要全部斷了 所以五下分解是玉戒的貪跟撐全部 二果才是比較薄 所以這邊的玉、貪跟撐完全要沒有 身見跟戒進取見跟無 聖五上分解而已 再來這個是我們的三果聖人裡面 這邊是看到了 接著他要講三果到王四果的時候修行 就有很多了比較更加的那個複雜了 所以五二、二、一夜他說有七種不還 三果聖人還有七種不同的 還有九種 還有七三四聖 這邊都是一些名相 然後產生一些不同的修行的次第 所以接下來他介紹的是三果聖人的七星 因為我知道同學大概前面 因為我已經上到後面 大概前面有一些東西也大概快忘記了 那除了我們一開始講五庭新關 進去以後 第一個要從五庭新關的時候 你自己就要先把身心先調好 你才有辦法修五庭新關 這裡有一個停字就是指住你的這個心 光願紛飛 所以你要進入五庭新關以前 你先要怎麼樣 守戒然後清淨你的三頁 身後藝 然後立心正住 就是你這個念當下心就要如理作義 一支很清楚的在當下保持靜念 清淨的念你才有辦法去做官 你要修五庭新關是他也有關 但是重點他也在讓你心能夠有正面 所以立心正住的時候 心形處聚足要五庭新關 那你有這樣的條件你才有辦法正見聚足 所以五庭新關是從這邊戒清淨到 心清淨裡面的一個過程 那你有這樣的過程以後你才有來到 因為這個句子呢 住靜戒聚足清淨三頁立心正住 這是在我們的經文裡面 直期見這樣一個一層一層 直期見的時候你才有辦法見清淨 然後你要修四念住這三個條件都要有 你要先有戒清淨 因為你四念住就純粹是關會了 這邊還有讓你那個望念的心停止下來 所以心清淨以後你的所關的才是正知正見 那這個時候你才可以開始去做深受心法的關 所以安住於身的時候水關你的身體 那我的身體裡面最容易關的 如果我今天要關這個桌子的變化 好久啊 因為桌子看不到 但是呼吸馬上我就感受 我的一氣進來跟呼出去 它馬上就是有進出生滅 然後氣來到哪裡 所以最容易就是關呼吸了 還有呢關身體的四大 然後接著呢 你還有你的行住坐我 然後還會關的是不進關 那當你開始關到不進關的時候呢 通常你的預界定 如果在加工用行到未知定而受 你又修不進關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斷到預界的湯 就可以來到出殘 如果再加上不進關 那下面這個都是心念 受念處心念處 然後最後呢你就會關到諸法 所以這邊的正面就是你要從 所有的時間都擺脫 只有當下過去跟未來思慮中 請問人類的回憶是好的還壞的 有好有壞對不對 但是呢其實都不好 為什麼 你回憶到快樂那你會很惆悵 因為你想說 下一次想要有這個快樂 可是不知道什麼因緣有 然後有可能下一次在感受的時候 又跟你以前的不一樣 你心裡又會覺得 以前那個怎麼沒有 你就有後悔的心 所以回憶快樂也是一種惆悵 但是回憶痛苦更痛苦 為什麼你會越想越氣 那個時候為什麼你要怎麼怎麼樣 也會後悔 所以所有的回憶其實都是不好的 而且回憶就像佛法講的 如夢幻泡影 現在已經如夢幻泡影 那過回憶更是 所以正面就是要讓你抽離這些 要在每一個當下你都要很清楚 所以你要清楚自己的身心 當下的狀況 所以從我們的試念處 隨觀深 隨觀感受 隨觀心 然後最後來到法 所以剛剛講這一些呢 隨觀呢就是會在六品的時候 沒有辦法進去就是這些觀行人 他要斷修獲的時候 這些其實呢 是要增長我們的智慧 智慧要幹嘛就要斷幹嘛 對 要斷修獲不是光你的 用有肉六習慣 你也可以用無肉 你要用觀照智慧 對 試念處它本身就是無肉的方式去 所以你的這個新鎖呢 要善用這個念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念新鎖 你要不忘思你今天所上課的內容 清清楚楚如理作意 然後在日常生活把你的五根 這邊是六根對六成 還有加上我們的意 你在每一個當下你都很清楚去觀照 所以這個就變成我們的觀照波羅 正知本身 有正知的觀照波羅才有正見 所以我們在人生裡面 你不管你經歷了什麼 這些記憶其實回想起來 快樂也會讓你很惆悵 是因為你可能患得患失不一定再有 然後也可能會產生另外一種心情出來 想說下一次不知道是不是還有這樣子 所以反而是我們知道 人生本身就是苦的本質 在你面對悲傷苦空無常的時候 因為是苦的本質 所以你一定是無常的 那既然是無常他一定是空的 所以我們這樣就是 要時時時去做四面處去觀行 我剛剛講平常就要一直做觀行 然後你再去斷掉你的習慶 這樣子在修行上會比較快一點 那了解是所有的是一個因緣法 這時候如果你是看到法的時候 你看法沒有看到我 你的心當下六根觸六成的時候 你的心是轉成我們剛剛講的 苦空無常無我 那你的心是法的時候 你的心是法就是真理的時候 那你的不是意識心 你就不是意識分別執著的心了 見法就 世尊說見法就是見到了 所以你的心如果時時刻刻能觀世面處 你見到法的時候 你就是見到到了 這時候你就法面處裡面 你就服我嘛對不對 這個法的境界是當下清楚的去介紹 而不是用一個主觀自我的立場去觀照 我今天是有一點時間 順便補充一下 好那我們就下課了 好 好 我用力氣頭上 愿以史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你众生 皆共成佛道 我需要ドル好多 分 Alumni 倍高速一、二、四千分以下 我需要莫迦 不上一代 我需要再選佛道 我的致霧 作動 大眾民主義 借法師 福利俊 新華為之 同學相互 福利以託佛